詞曲 李宗盛 剛剛張先生你談的嘛 上一集他談到說 如果我們現在有個正常的國家 應該怎麼樣做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這裡面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是我們覺得應該怎麼樣 第二個可能會有一些外交的變化 怎麼處理 簡單來說 你拉長歷史的時空 那從1860年一直坑到現在 你可以發現 台灣沒有經濟業對中國依然降低的狀況的時候 它的經濟發展是比較好的 然後這個越靠近 朱鋒越差 那現在很差的就是1945到1949 這很重要 可是你可口看台灣從1989開始對中國經貿開始 我們看有人偷偷去 因為去越來越多 請你看一看那一段時間 拉長來看 那當我們投資業多經貿依賴的時候 到底我們的經濟成長有沒有更好 大家都說因為如果中國不管 往來不是完蛋了嗎 好啊台灣是全世界在中國投資占GDP比中最高的國家 之前連金額都是最高的國家 經貿疫情度就快要最高 好 那過去中國不是經濟一直發展起來 然後PT8變成第二大經濟體了 那請問你台灣分到多少 台灣天天EGFR被當作幹歪了 對不對 OK 結果EGFR就是 哇糟糕 韓國還沒簽FTA 其實EGFR就類似FTA 只是沒有主權的意識下的東西 所以有問題 那那韓國FTA還沒生效 然後請問為什麼韓國對中國的經貿還有包括獲利 比我們還要考 這是什麼東西 這應該要反省 再思考 不是越綁越緊 唯一一條市場的考量就是不對 這也是一個正常國家的應該做的思考 那你在看台灣現在現實的狀況 我們很多產業 我們為了公平 我們當然不可以容許很多產業 有獨佔 壟斷 這是完全不應該的 對不對 那我們也限制某些產業不應該跨業經營 譬如說媒體 對不對 可是這裡面現在出現兩個狀況 我覺得是需要大家多思考 就是OK 限制 我覺得剛剛限制不是不好 可是韓國還說 那萬一變成中資 或中資以外資的民進來 我問一下 為什麼媒體現在被中國的資金壟斷這麼嚴重 這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我覺得一來是它越來越有錢 而且它也各種方式進來賓購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以現在來講 假如我們現在反對金控公司 或者是其他跨業台灣大企業跨業經營來買這個 經營媒體的話 以後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會出現 那以後現在誰有錢來買 媒體 你講的是現狀 我講的是未來 那以後是不是搞不好只剩下中資跟外資 竟然有人意買台灣的媒體 那剛好可以避免掉我們內部的所有的限制 這是我們應該思考 我剛剛就要講這一點 這是很關鍵的 那這不只是這個問題 為什麼當時我們會去反胡 就接下來在台灣的產業有沒有 它如果以這個利益為主 會不會應該把你並肯下來 就當然我們應該要做一個限制 對對對 你有沒有通過不正當的交易行為 防過來取得某些金融權 如果有這種情形 那政府應該做一些管制的問題 那另外再往下講 我們最care的不就是 房價一直飆嘛 就是開放中資進來 或中國人進來買房地產 那這個事情應該怎麼做呢 你一旦可以限制誰不能買 誰怎麼買是一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仿照新加坡啊 外國人進來買房 來先課多少稅 再加他的成本嘛 這也合理吧 你說搞不好找人頭 找人頭就要互租代價 人頭可能會有些問題 就是要增加他的成本 那這個東西 對台灣來講是不是一個 比較好的狀況 我覺得純粹 我們剛剛講到這裡為止 包括說我剛剛說產業進來 這些都是為了一些 台灣本身一個合理的狀況 現在這個理言我覺得就是說 有所得應該課稅對不對 當然對怎麼會不對呢 賺多期錢應該交更多稅對不對 是啊 當然啊 可是你看我們一邊標榜這樣 我們幹了什麼事 因為北歐像很多它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 他就是說大企業他科很重的稅 二十幾趴 三十幾趴 四十幾趴 對不對 那我們是大企業科7趴 然後中小企業本來25趴 後來變17趴 對不對 那就變成是說我們的中小企業 而且還有創業家都沒有得到相關的資助 所以我們就相對的在經濟上 經濟制度上幫忙上 對 就是我們在第一集也談到這件事情 對 但是我現在講的不只是這個事情 我要講的是 現在課稅 假如當成課稅 課稅很合理 不應該隨便亂解稅 這是一件事 現在這是一件事情 可是我要談的是 對內外有別對台灣造成的影響 什麼叫內外有別 你在台灣假如你投資股票賺錢 你做什麼都應該要報水 這是合理的 OK 結果呢 我們在台灣的獲利 我們的所得獲利 可能你要交四十趴到四十五趴的稅 可是假如它是外資 假如它要種資 或者把它規劃成外國人 反正變二十趴 對啊 那你就會發現 那這樣本來是 因為我剛剛說過 有所得應該扣稅 它總不能歧視本國人吧 對啊 這是什麼制度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對 那這樣對於外面的資本 竟然影響台灣就會更大 那你說搞不好外資不來的事 那我們看到嘛 其他資本市場 對外資有沒有 對外資有沒有 跟本國的人 要課稅 怎麼睡 現在這樣子就是看起來 就是像變成說 統治當局在利用台灣這個人跟這個土地 等於是說它是變成像是一種殖民的行為 就是說我對你 我是苛刻的 你的時間我不給你 我不讓你好好休息 我不讓你有創作 音樂文化 我不讓你 因為我給你太多這個東西 你會玩花樣 那變成是說我幫助外面大的來欺負你小的 現在就是看起來有點這種味道 我不敢講的像也講的這樣子 但是沒關係 但是我想講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再重複一遍 一個國家 照顧到自己的國民是天經地義的 對 那我們對外國人比他最好就是 給他國民大於就跟我們一樣 現在重要的是 對外國人大於比對我們自己好 這個就是非常不正常 這是非常不正常 所以我剛剛還包括 所以你要注意 我剛剛講的是包括你的所有的所得 所以我曾經靠一下 對不對 我們以前一個正所稅 正所稅大家現在幹外不管 可是至少他有點公平正義的樣子 可是結果你看 他同樣的規範對外資 他什麼態度 是啊 那這個就不對 我覺得就是制度上一定要 外國人最多只能比照我們 煮國民的大於 甚至還說 甚至還應該要客家更多 某些部門是剛剛說買土地 買房子 可能客家更多的戶家的東西 結果我們現在在稅戶上看起來 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重點是說 這個錢要從外面流進來 不是說我們裡面的錢流出去 他現在變成說外面的人來 我們這邊把錢掏走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裡面 本來我們 在原來以前的政策像養大的 他把我們的錢再拉出去 拉出去外面壯大了以後 再從外面再進來撈 所以現在台灣就是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裡面流動的錢 我們自己不多 我這樣講這個經濟 我這樣講這個經濟 張先生是比較強烈 但我的感覺是 我覺得可以很簡單的說 做就在這邊 好 本來是本國資本 投資 結果就稅高了 他搖身一邊 錢出去變成外資 同一個人 現在外資本來繼續做一樣的事情 結果他反而省下來 這當然對我們是不利的 當然 而且更重要的是 那原來是在本國的公司 可能變成外籍公司 現在其實 我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政府的政策上 這個正常國家 應該面對的 那最後我還想講一件事 因為張先生剛剛一直講 有提到 說萬一變成正常國家 可能中國會有怎樣的狀況 那可能現在是要自己 那可能 但是最後可以先講 因為我們沒有 因為你要上課 對 我們可能就講一件 我覺得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這種風險 要納入經濟風險來考量 對 而不是當成不可以出現 完全說 碰到這個我就投降 這一點是 對 我剛剛其實 我剛剛要進來之前 我也是有做一些準備 心理上面在想一些問題 我就有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台灣 過去 400年來 有始 400多年以來 我們其實 並不是沒有經過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們為什麼一直都存活起來 照理來說 我們應該是要 越來越強才對 我們應該從過去去學習 我們過去都發生過 都經過了 那我們以現在的資訊 跟我們現在累積的知識 還有西方的 歐洲的 美國的歐洲的 各個地方的知識來講 甚至是東南亞進來的人 我們應該是要更聰明的 對 更有智慧 對 更有智慧 而不是說更原始 啊 什麼這樣 而不是說野蠻人的這種 就是fight or flight 是 所以我們應該 更理性的去 更理性的去 去考一下 那一個政府的政策 怎樣才是合理的 我們現在都是很卑微的訴求 就是說 在合理的 對 可預測的範圍 而且相對於其他先進的國家 是什麼 什麼樣的制度 來處理 就是槓桿小跟槓桿大 都可以做 我們是不是這個 這部分其實我們以後還可以 繼續跟教授學習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沒有啦 因為所長其實他的資歷 坦白講是 我們這樣 這是蠻長的 所以可以跟教學習的部分是蠻多 那我們下一次我們可能可以談一下 譬如說北歐或是說 就是說有一些經濟體 還有現在 我這次去美國也是 所謂的globalist 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在講全球化 他是主張全球化 那有一些人是反對 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可以來學習一下 包括有一個學者 他是叫做這個 他是一個印度人 他寫的叫做第二世界 他基本上就是講 我幾秒鐘講完了 他現在講說 其實現在是三個帝國主義 一個是歐盟 一個是中國 一個是美國 其實所有的人 通通都是在選邊站而已 這個我們下一次都可以再聊 好 謝謝教授寶貴的時間 謝謝 OK 好 拜拜